中国渔民在美国人的眼里一直有层神秘色彩 对他们是莫名的无奈和惧怕 据说只要有美国船只进入我国领海 我们的渔民就会蜂拥而至 让美国人苦恼不已 不过现在美国要惧怕的不止中国渔民了 日前据美国媒体报道 野门胡塞武装的蛙人 在野门西部海域捕获了一具无人潜航器 直到消息发出去几天之后 美国才承认该无人潜航器 是美国海军用于收集海洋和气象信息的设备 但有关专家却指出 无人潜航器搭载的系统 支持其通过网络 与美国海军和联合网络信息系统共享信息 收集多种数据 用于支持美国海军的全球行动 一直以来 中国渔民也捞上来不少这样的好东西 为我国国防做着切实的贡献 这也一度使得美国媒体上的一些专家 坚称中国渔民是小蓝人 认为他们是不穿制服的海上民兵 在2009年 美国海军无暇号就曾在中国海域 被中国渔船包围过 据传 当时该船曾用汉语喊话 深纳没有铜 捞了没什么用的 在后来曝光的对视录像上还能听到 美国人在讨论要不要自毁深纳 据称 美国仅在南海 每年投下的潜水器 深纳等数量大约就有10万个 花费高达近9亿美金 其中被中国渔民捞走的不在少数 并且就曾有渔民兄弟 在海里捞起一枚 未爆的MK46鱼雷上交给了国家 要知道 这是当时最先进的鱼雷 花钱都买不到的好玩意儿 在经过我军的深度学习研究后 很快我们的鱼器鱼雷就横空出世了 一下让我国的鱼雷技术水平 提升了近20年 现在看来 中国渔民终于有了对手 据说 胡三武装捞起的潜航器 下潜的深度可达600米 一般情况下很难被俘获 我们也只能羡慕野蛮的人 运气真是太好了 一直以来 渔民们的自发行为 可谓是立国立民的壮具 堪称居民融合的典范 面对此次挑战 网民直呼 渔民兄弟们再加把劲儿啊 捞个潜艇起来 闲闲威风吧 今年 由我国牵头发起了神秘的雪人计划 这是一件震撼全球的大事 终结了美国30年来的霸权 详情请关注微信公众号 一号哨所 回复雪人 了解详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